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特朗普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参加辩论的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家人9月29日前往克里夫兰 几个小时之后他将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进行首场辩论 周二早些时候拜登公布了自己2019年的纳税申报单 他的竞选团队也呼吁特朗普公布自己的申报单 特朗普因为没有公布申报单而受到了抨击 拜登将于周二晚上在克里夫兰与特朗普一同登台 两天前纽约时报报道称 特朗普在2016年和2017年只缴纳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而在此前的15年里有10年没有缴纳过联邦所得税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对自己的个人财务记录保密 在100多万美国人已经开始提前投票的情况下 改变想法或者影响那一小部分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的时间 已经所剩无几 在距离11月3日的大选还有5周的时候 两位白宫候选人就要走上竞选之路 赌注是巨大的 这场90分钟的辩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 在克里夫兰的凯斯西楚大学开始 这是预定的三场辩论中的第一场 特朗普和拜登将讨论一系列紧迫的政治挑战 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美国20多万人死亡 数百万人失业 围绕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一场酝酿中的斗争 以及持续不断地对种族公正的抗议 白宫助手表示 74岁的特朗普将在贸易、能源和税收等问题上 积极挑战拜登的政绩 并准备在自己的税收问题上为自己辩护 特朗普一再对选举的公正性表示怀疑 如果他输了 他可能会因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和和平移交权利而面临质疑 辩论将分为六个部分 特朗普和拜登的记录 美国最高法院、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选举公正性 以及美国城市的种族和暴力 策略师表示 特朗普经常质疑拜登的精神健康和体力 他会试图激怒这位前副总统 让他偏离自己的谈话要点 Springs 有充满 微误 南 准备 中文 南 南 南